华丽的新北耶诞城影片 你看到今年的元素与主题了吗 即将在12月3号开幕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今年首次与丹麦知名玩具品牌乐高公司合作 22号上午新北市府举办开箱季卡斯公布说明会 邀请新北好朋友黄子娇担任主持 说明今年三大灯区包含市民广场 板桥车站前广场及万平公园 都有乐高举题先影 11年来新北欢乐耶诞城不断的在创新思维 去年迪斯汉的整个游戏乐园 在新北欢乐耶诞城展现出来 带来600多万人次的参访 也带动周遭的整个经济的发展 今年我们更用不一样的思维 来创造不一样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今天我们特别跟乐高公司来合作 与北欧风情来创造全台湾最大14米高的乐高耶诞 老公公 以及我们周遭包括我们的新北耶诞城的主体 有7座不一样的装饰天桥 16万颗的LED灯 以及我们的3D光雕投影 全部都是乐高游戏严肃 侯友宜表示万众瞩目的光雕秀 今年也突破限制 首都在市府大楼外墙贴膜 来增加740平方公尺的投影面积 相当于增加9个羽球场的面积 创下市府大楼投影的新记录 机酒会上也公布卡司内容 其中911也到现场宣传开幕 今年的光雕的新北这个大楼里面 那面积超过去年大9个羽毛球的场地 所以今年的乐高3D投影 会展现更不一样的时务 同时我们也有三大区块 充满着乐高同趣 今年欢乐耶诞城联合合作单位 HOME PLUS 中加宽品 新时波 佳和级数位天空总经理徐雪玲等 很多家企业代表共同出席记者会 一同迎接年末盛会到来 这是我们连续第11年 协伴赞助新北欢乐耶诞城 中加宽品 包括新时波 佳和级数位天空有线电视 都非常荣幸能够协伴这次的活动 今年的耶诞城非常有亮点 以乐高为主题 那也非常欢迎市民朋友能够参与 相关的活动讯息 中加新闻也会透过报道 随时跟各位观众回报 12月3号即将开幕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今年主题与卡斯备受瞩目 相信会有更多民众前来感受耶诞气氛 记者曾定家板桥报导